国性乡九分二山梅花目前已开了三成 预计这波花旗将会持续到1月20号左右 也欢迎民众前来赏花 乡公所提醒赏花民众要遵守交通管制规范 并且能够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在欣赏梅花的同时也要保护你我的健康 九分二山因近日含有影响 梅花已开放上升左右 不少民众也趁此机会到九分二山赏梅 国性乡公所表示 原本预估今年花季直到10号左右 但欣赏看来花季也有望到19、20号左右 就要请民众有机会来国性享花职位 也呼吁民众要遵守交通管制 并且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与确保他人的健康 现在南港九分二山这边的梅花 差不多开了两成 其实还不是盛开了 相公所这边预计在我们本来规划是到9、10号交通管制 但是因为19、20可能还有一波的盛开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交通管制推迟到19、20号 交通管制就是因为九分二山这个路是属于产业道路 很小小没有办法废车 所以我们会管制从龙南路那边上来 然后从长石巷这边下去单向管制 而且我们每一天都有七位管制人员在这边管制 我们呼吁游客遵守这个管制 游客就表示 未见花旷虽然还没省开 但由于云雾飘渺的感觉相当好 很适合导致你的约会 第一次来这边看梅花觉得还蛮特别的 然后今天刚好起雾 所以觉得意境还不错 机会难的 对机会难 对啊 就是我觉得来这边约会还蛮棒的 对尤其是反正就跟女朋友来 刚好今天起雾还蛮特别的 比平常更浪漫这样 虽然有一些还没开的很旺盛 但是只要跟女朋友来就很棒 国性向过所也呼吁 由于九分而三因为路面较小小 希望少民民众无必要遵守交通管制 并且因为近来疫情升温 也希望民众能佩戴口罩 并且保持好好睡觉距离 在少民的同时也能够保护你我健康 记者前一次国性采访报道